中小学斑斑有冷气 新竹市从108年度开始 连续三年编列预算 从电力改善再到冷气安装 新竹市就设国小在近日率先完成全校冷气安装 市长林志坚前往视察冷气安装后的 是营运情况以及相关缴费的机制 夏天要来临之前 我们已经有很多学校已经装设了冷气 要让孩子在更舒适的环境底下学习 那今天我们来到就设国小 非常肯定谢谢庄校长带领我们学校的老师们 透过这个评分及格最低标 这样的方式选出了优质的厂商 优良的品牌的冷气 让我们的孩子未来在学习的空间和环境里面有一个更舒适的温度 在使用者付费机制方面将采代收代付的方式 以旧社国小为例收取费用为冷气为护费200元 基本电费200元流动电费150元 总共收费550元 最后结算多角的部分将以规定退还给学生 那对于冷气的收费的标准呢 我们学校才以我们聘请专业技师跟我们的机电厂商 做计算之后我们只要收550元 那关于弱势的学生跟中低户的家庭呢 我们透过帮忙申请很多的经费 让他们不用缴费就可以享受冷气 根据新竹市相关收费的标准是每人每学期最高750元 那我们精密的计算之后我们只要收550元 第一个步骤是要学校改善它的电路系统 因为学校电力系统加上冷气可能负荷不了 所以学校冷气几乎都要先改善这个电路问题 包括电容问题 这个第一阶段完成的 我们会优先给第二阶段的冷气的经费 那这个每一个学校的那个招标程序等等 不见得速度都一致 所以先电路改善完成的 我们优先合给他冷气的经费 市长林志坚在视察过程中也和班级的学生互动 对于上课有冷气催在学习上的成效 小朋友给市长的回答也是相当肯定 你们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凉快 很舒服 很舒适 很舒适 很温暖 之前可能就会比较闷热 尤其我们这边有向阳光 就是早上会 早上有太阳会晒进来 所以其实热度是有的 然后开了冷气会比较凉爽 比较专注 因为关了之后 也有隔绝外面一些声音 所以感觉我在后面观察 是觉得有比较静得下来 孩子在教室内上课 有了冷气 也让他们在学习上更加的专心 由于目前正值疫情期间 校方也将是疫情和天气 让孩子们在舒适的教室内安心上课 凯波新竹万事连采访报道